就在国会挑灯夜变转延多项法案后 备受关注的三五修正案动议 终于在国会的最后一天列入首个议程 不过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还没有开始讲解动议的内容 朝议员倒是先在国会掀起骂战 任努议长班迪卡阿敏 虽然多名大业党议员连番站起身来 援引议会常规阻止哈迪阿旺提成修改三五五法令的动议 不过议长说哈迪阿旺也是国会议员 有资格提成动议 此外他还说其实政府已经有所安排 他只负责主持会议 在野党阻止动议闯关失败 哈迪阿旺正式站起身来提成三五五动议 在午餐时间后 一党哥达巴鲁国会议员达基尤丁为法案复议并做出陈述 尽管期间不断有议员打岔 提出三五五法案违反宪法等等争议 但达基尤丁依然坚持 这项法案和非穆斯林无关 也没有违背宪法精神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达基尤丁的解释 依然无法消灭反对议员的忧虑 各党议员依然没有共识 议长最后突然宣布行使议长权力 将这项动议展延到下一季的国会才进行辩论 结果朝野议员全都不满 本季国会在一片争吵声浪中落幕 NTV7 杜文杰 刘湘林采访不到 Tan Seri tak beritahu benda ni awal tadi NTV7 杜文杰 刘湘林采访不到